太偏僻了 我真的太偏僻了 太偏僻了 堅持 老三是gay 他想說 太不用就來不使用了 對 因為人生無常 人生是假 而且老二是醫生 因為他不能給他 他不能給他 你還是用 有一天老大生命死了 老三 就把老二殺死了 為什麼 他想當老大 不是 有三兄弟 老大跟老二是雙胞胎 他們感情非常非常的好 有一天老大生病死了 後來有一天 老三 就把老二殺死了 為什麼 老大生病 老三把老二殺死了 對 就兩個人找到一樣啊 然後他死掉 他們感情三個很好 他看了第二個 他受不了他把他殺了 或是 你太無聊 你太無聊 很合理喔 你們兩個是連體育嗎 不是 因為老大病死 所以 老二也是受病痛 不是 我也是 我也是 他身體健康 老大就老二了 然後 然後老大死了之後 老三把老二殺了 是 他想當老大 不是 因為老三 老二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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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當老大 他們感情很好 他想當老大 他們的感情都很好 他想當老大 他們的感情都很好 老三永遠是老三 你們都敢不來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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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二有痛苦 感情不好一定痛苦啊 感情不好一定痛苦啊 不是那個方向 老三是故意把老二殺死的嗎 是 老二要求老三把他殺死 不是 老三會一直想到病死的老大 不是 所以要把他死 所以正在中間為什麼 好想一下 他是老三其實 他是 國外 不是 親生的 不是 他是單親的 為什麼病死的 他們兩個長無恙啊 對啊 他一直想到 重點是他的感情很好 我知道啊 不是 他一定沒有自己的 不是老二 不是老二 不是想把他們倒下 很不好 因為他想要讓老二跟老大在上面 後可以走 然後他怎麼不自己 他怎麼不自己 他什麼不自己 他不自己 他為什麼他太敢想要 他 老二有留著老大的師姐嗎 你主持的應該錯了 老大有瞎講 沒有留老大的師姐 但是 你們知道老三有沒有留 老三太愛他們兩位了 然後 老大死了就走了 然後他要永遠留著那個長相的哥哥們 所以把他殺了都 然後變成就是你知道 可能是標本那一類的 但就有一個生活在一起 類似 類似 在天派 我真的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堅持 老三是gay 他想說 再不用就來不及用了 對 因為人生無常 對啦 人生無常 而且老二是一 是因為他不能給他 那個女孩是用 所以他覺得說 我不會殺人 冷凍起來 就可以繼續用 他有那個把他留住他的屍體 然後 因為他愛老爸老二嘛 是 然後永遠在身邊 這樣不對喔 我留住之後 兩次我堅持 吃掉 好想 留著他血肉一起成長 他有做一件 他做了一件事情 最變態的事情 最變態的堅持啊 不夠變態的 成湯 成湯 他把他要一直放在 放在冰箱裡 放在冰箱裡 你現在放在哪裡 說什麼 他把他放在床邊 是 三個一起睡 是 跟他三個一起睡 對啊 他以為不是說他沒有留老大 對啊 所以 老二 三個 所以他能有三個 你要算啊 但是他對半天 是 是 老大過世了 但是老三非常的想念他的大哥 所以他把二哥也殺了夥伴 一個放在左邊 一個放在右邊 他最中間 他就在中間 好像他們這樣就永遠睡在一起 應該只看到一半 對 沒有啦 一半很可愛 我覺得我們的故事版本比較好看 沒有無頭 不是 其實是gay 你問老三 老三 老三是異性戀嗎 老三是異性戀嗎 不是 不是 啊 好疑喔 對對對 剛剛好嗎 剛剛好 好好玩喔 好好看喔 我覺得要有腦頭 要有那個晃得面 要變態的晃 對 來囉 下一題是 有一名男子得了病 生病了 嗯 但他非常討厭去看醫生 最後呢 他還是去看醫生了 但看完醫生之後 就自殺了 為什麼 絕症啊 為什麼是絕症啊 這合理吧 你覺得無聊 你覺得無聊 很討厭看醫生 但看了之後就自殺了 對 他很討厭看醫生 但他還是去看醫生了 他的病是 所以他就是為什麼要看醫生 治的好 治的好 他的病很丟臉嗎 關 他的病是被傳染的嗎 不是 他是不是聽力受損 是 是 所以他聽力受損 他其實聽不到 但是他去的時候 是嗎 那是聽力嗎 是聽力的部分 聽力的部分 他去才發現他聽力受損 那代表他聽到 已經有了沒了 對 換聽 請問是換聽嗎 是 因為換聽才會錯亂 因為你剛剛說得很好 你先說他可能聽到什麼 然後聽錯了 所以可能 他才會覺得說天啊 因為男生有換聽 那現在要猜什麼 他問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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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叫他去自殺 你是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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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有跟他說一句話 對 然後他一直不堪其道 所以去看醫生 然後才發現他聽力其實是受損 他怎麼聽不到被人講 我知道 他是不是聽到王者的聲音 王者 是 對 我知道了 因為他一直聽到他可能是一個他親人的聲音 可能是一個他家人 過世的家人的聲音 然後去試玩之後他聽不到他太難過 因為他想要再繼續聽那個聲音 差一點點 跟他講話的那個人已經過世了 對啊 是他的家人 你差一點點在問他很討厭看醫生 但他還是去看醫生了 那個人叫他去看醫生的 哦那個人叫他去看醫生 對 完整的故事是 那名男子有幻聽的症狀 但是他非常重視家庭 他常常聽到自己的家人叫他去看醫生 所以他最後還是乖乖去看醫生了 除非幻聽治好之後 他再也聽不到那些家人的聲音 發現那些聲音根本不存在 他就崩潰自殺 他家人有肌肉 是因為有溫暖 所以他不能 對 欸 還在可以拉近 在跟問題 所以 有一名男子 上了一部計程車 他剛說出目的地之後 師弟就把他殺死了 好 太快了吧 所以我們一起去天國 然後他把他殺了 那個兇手士基的那司機 是 司機就把他殺死了 他死他去 其實有說出目的地 對 算是意外嗎 不是 司機跟那個人很醜 他說的目的地應該不會像這樣 才發現 我知道了 他要偷情然後去司機的家裡 然後我發現那隻腳 是 你很專業喔你 你很專業喔你 你很專業 所以他有爆出來的地理就是司機家 所以司機就覺得 你要去我家 你要去我家 你帶著我老婆一個人在家 你要幹嘛你們殺了 天啊 搞不好去 欸職業偷情欸 你也在做生氣喔 他搞不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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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搞不好去做生氣 他搞不好去做生氣 他說不定應該在懷孕老婆 本來就有笑 搞不好 他就是他老婆的弟弟 應該不會不知道 他在說啦 沒關係啊 就等於是我兩小時不來 職業偷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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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啦 這是我們的海龜湯出體驗啦 其實蠻好玩的對不對 對 我真的是第一次玩 沒有 真的啦 真的 這不是一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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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龜湯蠻好玩的 好啊 被大家一起想一起推你 而且有錢人就沒想用 最後這樣猜出來 真的嚇到你 這也是人家是出去那種 住宿 外間是網站 兩間的時候 而且不像道具的網面 而且不像道具的網面 我也可以猜一個 一種溫馨的就還好 時不時拍一下 那如果說你覺得有不錯的題目 你可以傳給我們 要傳給三三 傳給三三 每次我們都傳給三三看喔 好啦 希望下一個節目 就是追蹤不知道怎麼拿的 開鈴鐺 我們下回見囉 掰掰 喔對了 我們80萬併約了 謝謝大家 耶 然後大家記得要繼續鎖 然後每次一起起來喔 掰掰